第107章,就恨心愁妻,总是在天不亮就起床练早工的柳福一和沐瑶,在新婚第二天双双起池了。 日上三干,柳福一才从房间出来,福一出门,就撞见灵妙妙暴毙站在她面前逆着她,脸上挂着神秘的微笑。 柳大哥,她歪了歪脑袋,双脊上的闭塞断带飘动起来,性子眼含笑逆着她,眉羞眉臊地问,新婚快不快乐? 这丫头,咳,夜里种种以你涌回脑海,她掩饰地板起脸,张望起来,阿生呢?你一大早处在我们这儿做什么? 妙妙调侃侃的笑容收了收,说起正事,柳大哥,能不能借一下你的九旋收妖塔? 她的眼睛眨巴着,眼神中带着点干涩的紧张和不安。 柳福一一愣,下意识摸到了袖口的小木塔,奇怪道,你借收妖塔做什么? 这收妖塔不像是什么日用品,乃是法力强大的法器,别说它驾驭不了,就算对方能用, 她一般也不会轻易出戒。 哦,木生招鬼,我房间里总是有小妖出没,实在烦得很,我想借她震一震。 柳福一忍不住笑了,曲曲小妖,阿生一出手就灭了,你让她来? 不要。 林妙妙气鼓鼓地吐了口气,拉着她的衣袖,焦急地摆了两下,跟她吵架了。 柳大哥,你就借我摆一个晚上,明一早就还你,好不好? 柳福一平生醉驾不住姑娘家撒娇,见她眼底发青,估计是实在不胜烦扰才来找了她,便从袖中掏出了九旋收妖塔。 小木塔只有八掌大小,精致地像是桌上的摆件,不用口令操纵时,会一直保持这样小巧无害的形态。 即便是如此,摆一晚上,杀灭几个骚扰人的小妖也足够了。 她将收妖塔递给了妙妙,拿去吧。 谢谢柳大哥。 林妙妙的眼睛几乎看成了对眼,双手小心翼翼地将收妖塔拢着,慢慢地转身,一路小跑回了房间。 柳福一看着她的背影,好笑地摇了摇头,出门买黄纸去了。 房间里,林妙妙一个人趴在床上发呆,手被垫着下巴,半晌,才伸手拨弄了一下面前斜斜立着的九旋收妖塔,睫毛颤了颤,闭上了眼睛。 她思索了片刻,飞快地爬了起来,抓起收妖塔,走到衣柜前,吱呀一声,打开了雕花木柜。 柜子里涌出一股浓郁的白梅香,叠得整整齐齐的衣服堆得很高,几乎抵到了柜子顶上。 两个骚包的衣柜,就是这么满。 林妙妙无声地笑了笑,点着脚尖拿收妖塔比划了一下。 小木塔只能横着塞进上方那个小空间里,显然不大稳当,塞了几次之后,她放弃了。 她沉默了一会儿,关上了柜子门,走到了厨房。 清晨,几缕细弱的光从厨房窗口射进来,投在灶台上,灶台旁边是个一人高的漆黑水缸。 墙角布置着简陋的架子,摆满了灯笼形的陶罐,在向上看,墙上钉着一只放碗筷的梨木柜子,分了几个格档, 灵妙妙依次打开,从左往右数第三格,果然是空空荡荡的,阳光照着格子底部的一层薄薄的灰尘,泛着微微的白。 妙妙将收妖塔放进去,那个柜子像是为收妖塔量身打造,不大不小,刚好够将其藏在其中。 妙妙关上柜子门,将准备好的锁拿出来,锁住了柜子。 退后几步,拿脚丈量了距离,在柜子四周数米远的地方,小心翼翼地移开了架子,贴上了三张符纸。 伸手将符纸的边角斩平,压在粗糙的墙上,她拍拍手,呼出一口白气,阳光下,无数细尘在她手边旋转飞舞。 妙妙将架子吃力地挪了回去,上面的桃冠阵战,发出叮铃铃的脆响,挡住了墙上城隍的符纸。 按照捉腰的剧情,主角团走到了无方镇,变到了原主鲫鱼参与的最后关卡。 此时,柳福一和木瑶成婚,大有白头偕老的架势,被木生折磨得痛不欲生的鲫鱼失去了希望,彻底黑化了。 她再也不奢望柳福一能将她救出苦海,不仅是木生,木瑶和柳福一也成了她仇恨的对象。 抱着拖所有人下水的扭曲心态,她完成了她在这本小说中的第四次作死行为, 也是林妙妙按照原主轨迹进行的最后一个任务。 用计骗走了柳福一的九旋桌腰塔,藏匿于厨房的柜子中,对外谎称被妖物夺走, 直接导致主角团被怨女困在阵中时,没有丝毫招架之力。 毕竟,柳福一的法器在这本小说中是外挂般的存在, 如果不是林妙暗中使坏,他们也不至于被逼到绝路, 到了不得不有人流血牺牲的地步。 现在,妙妙按照几乎相同的方法将收妖塔藏匿起来, 只不过做出了小小的挣扎,按照悄悄和木窑学到的方法, 在橱柜周围用三张符纸造了一个通道。 只要她烧掉手中对应的符纸,便能将阵中幻境和实际空间连通起来, 也就是说,真到了被困阵中的时候, 她可以直接从幻境中的厨房,经过通道,走到现实中的厨房, 把柳福一的外挂法器给拿回来。 妙妙将下巴埋进绒毛领子里,长久地望着橱柜, 最后用手试探地拽了拽索。 照在墙上的光束变暗, 无数斑点状的细小阴影流动在墙上。 妙妙回头一望, 发现窗外不知何时地飘起了鹅毛大雪, 发出轻微的素素声。 距离院女工来, 应该留有一周多的时间。 大雪下了三天三夜, 庭院里一棵枯树, 被雪压折了枝条, 每天晚上, 都能听见咔嚓咔嚓的声音。 厚厚的雪像一床棉被, 起伏地铺在大地上, 映得天地亮的刺目。 妙妙穿着陆皮小雪咯吱咯吱地 跋涉在厚厚的雪里, 拿着一柄巨大的条肘, 艰难地扫着雪, 头发和睫毛上都沾染了白色雪点。 木生掀开厚重的帘子一出门, 就看到这幅艰难的画面, 踩着脚踝高的雪, 几步跨过去, 夺过了她手上的条肘, 给我。 妙妙抬起头, 睫毛上的雪化开, 沾染得她的眉眼都是碌碌的, 小脸热地发红, 把一双厚厚的手套脱下来, 塞进她怀里, 给你戴着。 木生下意识地往单手往怀里揣, 垂下长长的睫毛, 不冷。 她张牙舞爪地伸出手, 冰凉的食指猝不及防地伸进她颈窝里, 脆声声地喊, 不冷, 还不冷。 少年也不躲, 任她闹着, 伸手一揽, 直接将她拖进了怀里, 抓住她的手腕, 塞进自己温暖的胸口, 漆黑的眼眸湿漉漉地注视着她, 睫毛动了动, 似乎含着一点惊叹, 你的脸好红。 嗯, 热的。 妙妙抿唇, 仰起脸, 笑得傻乎乎, 眼睛都弯了起来。 离得这么近, 几乎看得到她脸上蒸腾出的热气。 牧生左看右看, 忍不住压着她, 在她夹上啃了几下, 才放她离开。 院中的雪被调肘簇拥着堆在了一起, 堆成了几个山包, 露出地上几个闪亮亮的光点。 这是灵妙妙第二次见识七杀阵了, 只是当时在京阳坡离府走廊的那个小圈子, 跟眼前这个不可同日而语。 为了收服院女, 几人布阵三天, 才画了这个大圈, 几乎将整个宅子围在了里面。 现在清扫掉地面上的积雪, 露出的也不过零星一角。 妙妙强迫木生, 戴上了熊掌一般的毛线手套, 自己双手拢在袖中, 哆哆嗦嗦地看着少年认认真真扫院子, 看到堆起来的几座小小的白色山包, 眼珠子一转, 双手比了个喇叭, 紫漆啊! 木生停下来, 直起身子望她, 漆黑的眸在冰天雪地中显得格外纯粹。 她一回头, 就望见女孩的眼睛亮亮的, 笑得很兴奋, 别扫了, 我们玩吧! 她顿了顿, 玩什么? 妙妙已经弯下腰, 抓了两把血, 在手里压成厚厚的团。 木生抿唇, 望着她的动作, 身子绷紧, 进入了备战状态。 林妙妙拢了三把血, 回头一望, 见她僵硬地站着, 招招手道, 你过来啊! 木生望着她的手, 她已经把血团得像人头那么大了。 妙妙! 她的手有些紧张地握成拳, 估量了一下血团袭来的感觉, 确认自己承受得了, 无声地吐一口气, 然后乖乖闭上了双眼。 你闭眼睛干嘛? 声音突然逼近, 她迷茫地睁开眼, 低头一望, 妙妙怀里抱着那个人头大的血团, 仰头奇怪地看着她, 另一只手还抓着她的衣襟, 兴冲冲地把它往一边拉。 来啊, 我们堆雪人! 木生! 堆! 雪人! 她看着女孩把那一大团雪球蹲在雪堆上面, 她很快滚落下来, 她蹲了蹲, 再次蹲了上去, 嘴里喃喃, 头怎么又掉了? 是啊! 妙妙说着, 再次用力将雪球蹲在雪堆上面, 几乎把雪堆砸出个坑来, 你小时候, 不是都没人陪你堆雪人吗? 往后, 都给你补上。 她蹲在地上, 回过头腻她, 黑白分明的杏子眼中, 带着小小的得意之色。 少年的睫毛轻轻一动, 还未及她开口, 林妙妙骤然一拍腿, 恍然大悟地望着她, 对了, 我望了, 这个是拿树之称的。 木生按照妙妙的指导, 捡来之干, 别雪人安上了一颗圆滚滚的脑袋。 她握住她通红的小手, 冷吗? 冷。 妙妙连带着她的手一起搓着, 带热起来了, 伸手妈撒了一把雪人光秃秃的头顶, 她也怪冷的。 说着, 弯下腰去, 剪了一片干枯的青铜叶片, 小心地盖在雪人的头顶, 给她夹个帽子。 妙妙心满意足地回过头, 望见了木生看向她的眼睛, 安静纯粹的黑, 仿佛一片平静的湖, 偶尔有风吹过, 荡起满湖的连衣, 湖中倒映出她的影子。 好像还缺点什么? 妙妙歪头望着雪人, 眨着眼睛, 慢吞吞地戴上手套。 鼻子! 她低声答, 对对对。 她兴奋起来, 拿胳膊肘捅了捅她, 以一种怂恿的口吻对她而语, 你快去厨房帮她偷个红鼻子来。 柳福一捏着黄纸从廊中过, 看着窗外两个人扫地扫到一半, 扔下扫帚堆起雪人, 蹲在一起, 不知道在说些什么, 无奈地笑了几声, 慢慢夺回了房间。 掀开帘子, 屋里弥漫着一股奇异的香味, 她边进门边打趣起来, 什么味道这么香? 木瑶背对着她, 弯腰在香炉添着香, 闻言顿了一下, 柔声道, 妙妙送的香, 小姑娘家总爱弄这些香, 联想到林妙妙那浓郁的梳头水味, 她无奈地勾了勾嘴角, 倒是像她的风格。 木瑶慢慢地坐回了床上, 低垂眼眸, 你看了吗? 七沙阵怎么样? 柳福一撩百坐在了圈椅上, 正对着她, 玩笑道, 你怎么开口就问阵? 昨天晚上怎么样? 木瑶脸上骤然泛起一层红, 有些羞恼地看了她一眼, 我这两日, 不同你睡一张床了。 柳福一喝茶的手停住了, 紧张地问, 怎么了? 木瑶垂下眼, 半晌才吭声, 声如闻那, 疼。 这几日新婚衣时, 她确实不知节制了些, 木瑶一向脸皮薄, 肯定是忍受不了才提出来的。 这么一想, 她心中的愧疚和怜惜, 化成一片, 生怕她害臊, 没敢盯着她的脸看, 只是看着别处, 柳生承诺道, 那我睡在外间, 好不好? 左右一整个宅子都是他们的, 空房多得是, 来日方长, 她不急。 好, 少女脸上这才露出点笑影来。 窗外冰天雪地, 白光涌向室内, 有福一伸出手, 笑道, 走, 我带你去看阵。 白皙的手搭在她掌心。 她转过头去的瞬间, 木瑶的袖鞋从裙下探出, 无声踩住了从床下露出的一小片白色衣角, 往里一挪, 披进了漆黑的床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感谢观看